其實這整個計畫 我的最起初 引起我會去想說要提這個計畫 原因是因為我在 我在成大建築系 帶大衣的建築設計 那我發現 他們都是一些超會讀書的 超聰明的小朋友 可是你叫他動手做東西 他們做出來的東西跟 跟各位的小朋友很像 就是他的身體的發展能力 發展的狀況跟小學生很接近 我們這次選定的基地 就是在這棵榕樹下 那有一個小磚房 然後有幾個車廂 然後還有過去那一棟 那個水泥的房子 那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基本上我們這個計畫是 我們要去把這個地方 營塑成一個 可以上藝術創作課的地方 簡單講是這樣 可以上藝術創作課的地方 回想一下你們 平常上課 從小到大怎麼上課 需要什麼樣的條件跟環境 就是我們要提供一個場域 這場域同時要提供 教學的機能跟戰士 如果是我們有找到一個 比如說樹下 假如我們覺得樹下的重點 我們可能 就是到時候當然 假設我們把所有的東西 就做放在一個大東西上的話 那我們就會是做一個大東西 然後要跟樹下的關係 當你要介入的時候 什麼是已經有 什麼是需要你再增加 什麼是已經增加 它反而會沒有 你要像是削出來鐵屑 就是細細的 然後一般 能夠力的話 削出來會像絲狀的那種感覺 先讓你摸一下 兩邊有沒有一樣 放下一點吧 放下 下來嗎 沒有出力了 要再掛一點點 要再掛一點點 是不是不要讓它轉動 不要讓它轉動 手穩一點 手穩一點 對不對 沒事沒事 到底在那裡 桌子 這個 這個 這一個 它會 有空間會彈 那你要三個 至少三個 會彈的 對 至少三個 它一定要有的動作 對 去點 嗯 應該比較水 可以做得出來 但是人做下去會倒 分兩組 一組可以先做出來 看為什麼會倒 啊怎麼樣弄它不會倒 我們可以再想 不要想太過頭了 它沒有那麼複雜 如何使用 不要太形式好 我們沒有要做一些裝飾性 我們是要解決問題 他為什麼能撐起一個人 用這麼少的材料 他的強度絕對比人強 他的材料絕對比人強 可是你原初 你原初的目標呢 你想達成的到底是什麼 如果是板構成 你為什麼不堅持到最後去挑戰那個板構成呢 當我跟你講說他的 他的強度有問題的時候 你馬上這個放棄那個放棄 我心裡會這樣 為什麼不是去 那個長度不夠的問題在哪裡 原本如果希望它是綁構成 我會用綁構成來解決問題 我說看到這個桌子 你也許會覺得 它好像沒有什麼 可是其實它非常有所在 當你參照它跟你自己做的 你會發現一些 比較務實的出發 那並不是說你們原本的設計不好 而是說 那是一個必然的途徑 你一定要去發展 但是你最後要落實它 落實在一些很現實的條件裡面 剛剛想到的是 表達那麼大的動作 也就是在關鍵的高低處 做一些 可能是切一個形狀的東西 然後跟對象的動作 也是一個高起來 如果它有呼應 就被外面這個 它有警察的事情 會不會再做些 像我們這邊 就不用做一個那麼大的 電台說的那麼多 它其實自己的高度 就可以被建立 當你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要想回到人 人 想一想 在這園區裡面 是什麼樣的 哪些人 它會在園區裡面幹嘛 什麼樣的做法 是對於人的行為 來講是合理的 是方便的 好用的 你說 那比如說好 這個平台 它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交流 或者上課的場面 但是 如果到時候 還有展示的問題 如果 最後是展覽 你剛剛都是擺這樣 對 然後上面才30 嗯 對 比較像是用 做模型的方式在思考 這樣事情 如果你做建築的話 如果你可以切入 每一材跟每一材之間 它的銜接會怎樣 所以它就有細部產生 對 就是一種材質跟其他材質相接的話 它那種東西 它就有很多細部會出來 所以 這就是建築的另外一種方式 鐵跟木 或是他們銜接的問題 或是其他材質相接的問題 他們可能就會開發某種接頭 或是某種機制 去讓兩種一支材去銜接 然後它這樣就會產生細部 而不是說 我就是要應接 這樣應接就沒有細部可有 然後 我覺得 可能他們之後 在思考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可能會稍微 可能會有一些 鐵跟鐵 或是 構建跟構建他們銜接的問題 它這個木頭是切這裡 切這裡 會突出來 所以你們可以高度從這邊 就在這邊 因為你生鏽的東西 你就開始發現說 如果漏水 還有它內部的空間 它有些問題 他們就要適合去解決 他們就是會面對到這些事情 跟我們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就是 一開始都會先想全盤 就是說 這邊可能可以怎麼處理 好累喔 今天 居然算很有性感 就從那個上 對啊 我現在手機 有成就感很好 沒有的 沒有的 我覺得他們玩的程度是 射擊級啊 射擊 可是 我覺得其實有味道 剛剛講的就是 因為他們沒有一個 就是很大意 所以沒有 就是 結構的 邏輯 應該好像少一根 好像少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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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一根 為什麼沒有第五根 為什麼沒有第五根 少花一根 二隻有到二隻去 沒關係 那要再切一根 那要再切一根 這根有記得長度嗎 還有直接 沒有沒有畫 直接兩根 有分全擺好嗎 有有有 有 二隻有四根 我們要不要直接拿過去啊 這都拿過去 這一根不用切啦 要不要 有一根不是不用切 這裡還有一根 是剛好六整的 所以這根是第五根 那所以 你在帶騎大 那個貴車 你有看到 現在小孩 有什麼問題 這個 不想動 哈哈哈哈 那你就會覺得什麼 呃 這個東西 可以給 郭兒來做就好嗎 因為人很多 所以基本上就是 你還是需要分配他們 每個人要做什麼 不然他們都會處在那裡這樣 呃 那種東西可能是真的 你自己有興趣的人 才會 下去摸這樣 如果你 你懶得動手做的人 應該 就一直懶懶吧 因為你們對的時候可能是歪的 那現在手還變正了 就很聰明啊 局域反散很快 但是 聽起來好像 那個點子都很棒 然後可能會 產生不錯的東西 但是 真的做出來 會和想像的 落差蠻大 就是你和他討論起來 好像跟 專家一樣 好像可以 大家可以想很多 很棒的idea 但是真的實際 執勤起來 禮可用 譬如說我們那時候是做桌子椅子嘛 做起來就是很不穩固 我看他們 他們那個 在看家 那個 如何做一張椅子的時候 很快就可以 我也是啊 我自己現在也是 就會先上網 看那個圖片 去找到很棒的 家具的圖片 那怎麼樣去做到 跟他一樣 那當然那個 要做人家 那個是很 花了很長 而且有很 龐大的技術資源 那我們 短短的那個課程 他們就只用木工 很難去達到 那當然你要解釋 又很難 要告訴他們 那個 要做到那種程度 是要經過多少的技術 去達到 很難 那就讓他們做一個看看 然後去試啊 去比較 然後他們 他們就會想比較多 然後想一想 想多就是 你那個時間也沒有時間做這樣 對啊 就好像就真的沒辦法做太複雜的東西啦 他們就是一個體驗 然後我們時間也不夠這樣 畢竟也才幾堂課嘛 所以 就是 應該就是給他們 呃 體驗一下 就是 就是 實做的感覺這樣嘛 或是 你東西 呃 要怎樣構成 比較 比較快又 比較 扎實一點這樣 一邊五公分 有差嗎 有 欸 過開 其實我發現到他們用工具也很快 就是很快就熟練了 比如說用那個 螺絲啊 鋸台啊 那我發現到其實大家摸幾次就熟練了 然後因為我們課程就是 畢竟也才幾堂課而已 所以就等於說摸一摸而已啦 可能這種 實做的東西很難去解啦 就 就比如說像 以前那種 老實在要教那種學徒 他會不知道怎麼教 就是等於是 你真的要做 啊 就是你學徒在跟著旁邊這樣跟著看這樣 不然你真的講的話 你沒辦法表達清楚之外 你這樣口述的東西 學生也其實也 沒有辦法那麼理解這樣 所以 畢竟都 還是得自己動手做這樣 而且其實大部分做出那個東西 你還要去用用看 才知道和你想像的那個落差 比如說椅子的高度啊 當然你可以很快查得到最棒的高度 你自己用你才知道 比如說你用在哪邊 桌子啊 餐桌啊 都不同 他們現在實做的東西 當然就是做一些比較基礎 然後或者是 他們知道那樣的構成的狀態的話 其實他們有理解就好 反正他們以後是建築師的話 他們可能真的也不太需要自己下去做嘛 他們以後就可能就設計好 交給別人去做 所以我覺得 如果可以很多實作的課程會幫助很大 應該 那個很快 學生應該很快就可以做出很好的作品 我們分成三區 我們這一區是桌椅區 然後我們要把這裡變成一個可以上課的地方 這個因為我們沒有仔細討論到它的構造 其實它每個街的地方都很脆弱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不成功的地址 怎麼會從那個變到這個 我覺得 我們在逃避 就是 因為那個東西是我們想要的 可是 我們後來因為很多麻煩 就是 我們嫌麻煩 就沒有把那個東西做成自己想要做的樣子 然後做成這個樣子 就是 只是在交個桌椅 做得自己安心 然後做得好像 好像很認真做出一個東西 但是 其實我們個人就不想要 我們想要的是那個 可是 我們都在逃避 我們 這只是一個逃避的過程 我看到這套桌椅 然後 我看到我做的東西 然後我警覺了或我察覺了 這其實是一個逃避的過程 對我來講 他講這句話我就覺得 教育就成功了對吧 因為 他的醫師中其實這件事情 有很清楚的 發現 我們一開始想了 自己大家都覺得很棒的方案 就是 在那個樹下 我們本來想搭很多網上的階梯 讓小朋友 想像可以在上下跑來跑去 然後他可以坐在階梯上 往陰影那邊看 然後陰影那邊 的樹下 就是他們的劇場 他們就可以在那邊活動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是表演者 但是 後來 直接 提這個方案的時候 直接被荒地道師 打回原形 就是他說 那個 不可能實現 我們時間太短了 在還沒有搭起這個平台之前 他兩個是被分隔的 然後 我們要進去火車的空間 也是很不方便 他的高低差太大 所以我們就先 想設計一個平台 然後把兩邊串連起來 就是做完之後發現 我之後還會想再來 然後會想來 這邊就是野餐啊 或是滾來滾去之類的 好 就是也知道其實 有時候簡單的東西 比複雜的東西 還要有說服力 跟還要吸引人 更多的時候 不是在思考他的形狀 他的收編 他為什麼做這件事情 好不好 反而是你必須完成它 可是 你的某些 美感會在這邊見 所以其實 藝術或審美 其實他不會只有 甚至於他只有很小部分 很尖的那部分 是來自於形式 你在接觸這個環境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在旁邊閱讀出 十個 或二十個 或甚至比自己有五十個 這個環境的任何訊息 跟線索 然後 你才會決定你是用 什麼樣的角度 決定你要讓哪些線索 反應在你作品裡面 我們 那時候一開始 對那個 外 就是戶外的 教室 我們就想了很多方案 就是 有展板 就是像這個 展板式的 然後還有在 就是這個鐵架下面 放一個木平台 然後我們就是 就是天馬行空的 就是亂想 就是我們 就是每個方案都被 就是 都被打強 然後 老師就說 你們就好好的 坐在這裡 然後看我們 到底需要什麼 就我們 就是 坐著 然後我們就想說 這裡好熱喔 這裡芒果好多喔 這裡青苔好多喔 就是我們就是 不喜歡這個環境 然後 之後老師就叫我們 就乾脆把掃 拿很多把掃把 把這個環境掃一掃 然後 我們就掃完之後 就覺得 或許 就是做 最簡單的 就是一個棚架 就是一個屋頂 會 是最 就是最 能夠 親近人 就是能夠幫助到人的 我們 都沒有考量到 自己 其實沒有 這個能力去做 這些 比較 奇形怪狀的事情 然後 就是 到最後 我們就決定 就是 以這個最簡單 就是把棚架鎖在 上 就是原本 既有的鐵架上面 然後 這個屋頂浪板 就是希望可以 就是 讓芒果可以 就是 不會砸到人 然後 同時也可以 有擦栓可以 清芒果 如果你可以好好的做 然後它就 砸在上面 那個 或許不是我們 可是附近的居民 說不定就知道說 這些學生做了一個很棒的事情 我每天可以來這邊採收芒果 就 就很有意義 對吧 每天這樣掉下來的芒果 都是好的 不是掉在地上的 對應 自然條件而產生的形式 我對來講永遠是最難 因為有時候 可能 它的最佳解 不是 不是你要做什麼 我覺得有時候會變成這樣 可是 換個方式講 有時候你做的那個形式 它不見得 一定要有什麼機能 可是它可以代表你 對這些環境的感知 我們信中都有標準答案 你會發現 有一種 有某些標準答案 美的確是 某些範疇是大家都認同 但是美的 而且你可以 所以 你不喜歡 但是別人喜歡 你可以讀得 讀得懂 它 在它喜歡的那個領域裡面 它達到什麼程度 但是你還是不喜歡喔 某個方面 我們在探索 一開始探索的時候 它可能真的沒有 標準答案 然後你會有一些 喜歡不喜歡 但是最後 這個東西 它又開始拆開了 就是 你知道你不喜歡 但是 你願意給它90分 那當沒有標準答案出現的時候 那可能就是一個 新興的美感出現的時候 你就覺得好怪異喔 然後 你就會發現整個 建築圈或是藝術圈 整個同溫圈的人 都在攻擊那個東西 因為 它違背了你的標準答案啊 但是它會 它會一直反抗你 然後到最後它變成 某一個標準答案的 其中之一 然後大家 就開始認同了 你們做的這個作業 花了很多勞力 那件事情一定是 林黃迪老師一定 一而再再而三 想要教導你們的 你們要 要記在心上 就那個身體的感覺 要想辦法變成你們 那個 有系統的知識的一部分 這一整個活動 為了呼應 我那個大的計畫裡面 那個叫做什麼 叫做體驗的那件事 我覺得體驗最重要 所以我們的教育已經 某種程度 給我們很多偏見 你要試著自己去調整這些事情 因為不見得是那樣 好吧 不過這個 反正我們人生 慢慢累積了